看着他的脚完完整整的 他的齐骨还包括他的指甲 可以看保存得很好 黑龙江挖出清朝不服女尸 女尸张着血盆大狗 面目猙獰 其下部还长着不明黑色物体 女尸上方的棺盖竟还有恐怖血色抓痕 疑似生前遭人凌辱并且活埋 难道牧主人死不明目 为了报仇变成僵尸了吗 在齐齐哈尔市扎龙村流传着这样一件鬼事 全村上下老老少少都知道 村子的西南角有着一块禁地 是一块大坟地 三百年来无人敢涉足 甚至有老人传言亲自听到哭喊声 当年村子里就有些人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搬家了 虽说胆子大的还继续留在村子里 但之后就没有人从旁边经过 宁愿绕个远路 再没人提起禁地这回事 那边坟地也变得越来越荒芜 经过百年的风吹日晒 野草越长越高 远远望去荒草连天 死寂无声 和村中百家灯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久之后 经政府决定 村中要修一条路 好巧不巧 刚好经过坟地旁边 而村民们必须得就近取土 虽说害怕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几个壮汉冲进坟地 开始挖土 就这样挖到傍晚 有个人小声嘀咕着 怎么感觉有点冷 这句话好玄 没给几人吓坏了 心情不由地紧张起来 又挖了没一会儿 喀啦一声锄头底下多了一块青石砖 坏了可能真挖到坟了 但终究恐怖敌不过好奇心 早就把禁地甩在脑后 几人抡起锄头挖了几下 一面青石垒成的墙壁 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那胆大的就给墙壁砸了个洞 不料几阵阴风从里面刮了出来 那哥们往里一瞧啥也看不见 联盟掏出手电筒往里一照 这不看不要紧 看上一眼险些吓尿 里面方方正正躺着两口棺 胆小的看见这番情景 边跑边叫 快跑啊 挖人祖坟要遭报应的 其余人也是没胆了 慌慌张张捡起锄头就往家里跑 到了晚饭点 基本全村都知道了 那块禁地也变得更加让人毛骨悚然 但是有两个人起了贪念 夜深人静的时候 禁地旁出现两个人影 想着墓中的陪葬品能大发一笔横财 走到墓口是停下了 两人越看越发怵 不管了 风浪越大 鱼越贵 点起蜡烛往里走 带到烛光打到关中时 两人头也不回的就跑了 连夜收拾行李离开了这个村子 我说这个女的死怎么这么痛苦 我当时一心目一看的人把我吓走去 我说这是张个大嘴 完了那个身上的衣服撕得特别破乱 而且一层一层的 抬出来以后一股特殊的味子呛鼻子 黑龙江挖出清朝不服女尸 女尸张着血盆大口 面目猙獰 其下部还长着不明黑色物体 女尸上方的棺盖 竟还有恐怖血色抓痕 一次生前遭人凌辱并且活埋 难道墓主人死不明目 为了报仇变成僵尸了吗 村子里总有那不长眼的人 非要进墓中一探究竟 这不看还好 一看直接吓尿 连夜收拾行李跑路了 第二天村长得知之后 给专家打了个电话 没一会儿专家就到了现场 在做好防护措施之后 打开手电 独自一人就钻进去了 进去之后就看到两口精美的棺材 而右边的棺材正是昨天两人撬开 棺材丢在一旁 专家一接近 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 紧接着将手电筒照过去 棺材里竟然躺着一个张着血本大口 姿态诡异 面目猙獰的女尸 怪不得那俩想发财的哥们跑得那么快 连身经百战的专家都惊恐暗分 带到专家缓过神来 仔细打量着这具女尸 发现这具女尸死状极其痛苦 瞪大双眼张大嘴巴 四肢诡异的扭曲 专家们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凄惨的死状 将注意力放到了另一口棺材上 难道说这口棺材也是一样的景象吗 带到开关 只见里面本本分分 躺着一具男性骨骸 而且骸不是干尸 这不对呀 专家摸了摸脑袋 按理说一男一女 应是夫妻合葬墓 可为什么一个如此安详 另一个却是死得这么猙獰 专家尝试在墓中寻找陪葬品 希望能找到点线索 可惜的是 这座墓早就被盗墓贼杰族仙登了 墓中只发现几枚铜板 专家只得从其他地方取得线索 只见棺材上写着一个寿字 正中央还有一列满文 满族人有一条规定 平民最多戴两个耳环 而格格可以戴三个以上 结合女士耳朵上的三个孔洞 可以推断出 女士生前起码是个格格 这竟然还是个皇室墓葬 还没研究完格格 另一边传来消息 那具男士的身份也有着落了 黑龙江挖出清潮不服女士 女士张着血盆大狗 面目猙獰 去下部还长着不明黑色物体 女士上方的棺盖 竟还有恐怖血色抓痕 疑似生前遭人凌辱并且活埋 难道牧主人死不明目 为了报仇变成僵尸了吗 经过对女士的深度研究 得知女士生前25岁 也表明了女士的身份地位 是一位清朝格格 忽然另一头传来好消息 男士身份也有了着落 随着男士一同出土地破旧外衣 正前方的补子上 竟然有一只威风凛凛的金钱豹 能穿得上这种官服的 应该得是三平五官 那女士不就妥妥一官太太吗 既然如此 这样一名贵妇 怎么会死得这么凄惨 专家们就着死因开始讨论 有人说牙齿是关键 25岁的年轻格格 怎么会和老太婆一样满口无牙呢 得出一个结论 应该是体弱多病 喝中药喝的 导致慢性中毒 牙齿掉光 但很快就被推翻了 既然死于中毒 她的家人应该在下葬前 帮她把四肢履职才对 就在争论之际 有人注意到了 女士跨步的不明黑色物质 经过机械化验 结果竟是婴儿的胎盘 结合种种迹象 专家推测出了这么一段惊人的故事 几百年前 一位三平五官的妻子要生了 而那位五官正在征战沙场 没有陪在女子身边 这位女子的身子骨很弱 先是难产 痛苦万分 经历几个小时 终于将胎儿生下来之后 直接昏厥过去了 而胎盘却是留在体内 没有排出 由于当时医疗技术不发达 临床学上并没有假死这个概念 都以为女人难产出血死了 为了让死者早日安息 下人连夜给死去的女人 做好了棺木 换好了衣服 早早地为女人送葬入殓 入土之后 女人醒了过来 睁开双眼 伸手不见五指 她明白了一切 自己是被当成死人给埋了 棺材空间有限 作业做不起来 只能将双腿撑起 双手去推棺盖 抓的满棺都是抓痕 挣扎之中 胎盘从体内流出 女人也是疾疯了 也顾不得棺中氧气稀薄 又踢又喊 大叫救命 挣扎到最后一刻 那位五官得知此事 觉得愧对于妻子 于是在死后 让下人将自己一同葬在此地 永远陪着她 而当年女人的哭喊 就被路过的村民听见了 她哪见过这个场景啊 连忙跑回去 添油加醋就告诉村长了 于是村中就立下规矩 为了保护村民 从此那片坟地就成了禁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这么多 感谢您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